今天在西林找到一個寶藏營地 還是免費的哦 看看這邊的環境 太漂亮了 有露營的帳篷 還有壺可以做成 看看這裡 真美 這麼漂亮的營地 住起來可好 但是 我們住的是營地旁邊的停車場 萬達 對面 免費哦 今天燕子去買了菜 準備 晚上做飯直播 今天做什麼好吃的 今天做一個麻辣瓣 那買那麼多菜 不是因為你在直播間說的 呃 要給大家做飯嗎 然後就要豐富一點嘛 是吧 嗯 那可能要不是吃飯 是 好嘞 那等會我們直播間見 剛剛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了 看看 我們在開始做飯咯 爆了 還沒加那個最後的料呢 這是第二 第二步煮的 哦 煮完還有半的 你要是不想吃半的話 我就上面給你撒點的什麼 就像這個蒜蓮大呀 像餐擠 放到上面就吃湯的 吃湯的 然後那個那個粉就可以拿著沾馬上吃 對可以 可以 吃湯的吧 餐擠就這樣了 你可以拌嘛 你可以拿著碗舀出來拌嘛 好不好 好的那就期待美食的到來了 這個營地還是非常不錯的 這邊就是萬達 這邊就是這個露營的營地 晚上特別的熱鬧 這是一個優點 但對於自駕想休息來說的話 是一個缺點 但是呢 主打一個免費 然後購物方便 宵夜方便 環境又好 如果大家要來西林 強烈的推介大家 來這個地方哦